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出什么 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我们发现它计算好困难 要积分 积分还要做好多事 取电荷积数 然后把电厂积数求出来 然后再积分 积分的时候又要考虑它电厂的方向会不会改变 你要把它用对称的方法把它分成分量 然后把不同的变数 好几个变数变成同一个变数 这个过程好麻烦啊 我们刚刚最麻烦就是那个平面 对不对 平面上面有电荷分布 更麻烦的是什么 如果我不是一个平面 是一个球面 那你怎么积分 甚至于说是一个球体 一个电荷分布在半径为二的球体里面 就在空间任意一点产生的电厂 那你怎么做啊 或者分布在一个圆柱体上面 你怎么做啊 那个积分麻烦死了 好 现在我们就有一种定律 叫高斯定律 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做 它主要针对的一种 就是你的电荷分布是具有某一种对称性的 像是球状对称 圆柱状对称 等等 有对称性分布的电荷 我们用高斯定律来做的话 可以避免那些复杂的积分 OK 好 那么 在导出高斯定律之前 我们有几个物理量要先介绍给各位 你要仔细听了 你这个物理量没搞懂 你高斯定律就不懂 高斯定律就不懂 我跟你讲 你整个电池就不懂 好 那现在看看什么叫面积相量 各位都知道什么叫面积嘛 对不对 像我们教授有一块面积 面积本来只有大小啊 怎么会是相量呢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用到什么 就是说 我知道有一个面 但是我要知道这个面是哪一个表面 一个面有两个表面 像我们手掌啊 它有手心跟手背啊 那你主要指的是手心还是指手背啊 我不能在上面指啊 不能在上面写说是手心手背啊 我要用一个符号表示出来啊 我要用一个符号表示出来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因为这个面 这两个面 正好平行啊 就是一个朝东 另外一个一定朝西 有这个特性在里面 那我们就把一个表面 一个面 它两个表面 用正负号的向量予以表示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圆的面 圆的面 它这个面积大小是A 大小是A 好 我就把这个面 这面积用向量表示 这个向量如果是跟这个面垂直 跟这个面垂直喔 如果我把这个当作是正方向 那它的反面就是负方向 负A 这个是正A 那个面就是负A 那你现在要搞清楚 一个面的方向 跟面积向量的方向不一样喔 面的方向跟面积向量的方向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个面 这是面 我们有一个向量B 向量B 我说 它是跟这个面平行 跟这个面平行 你看 它跟面平行 跟面平行的一定跟这个方向垂直 对不对 所以 有一个向量如果是跟表面平行 它就是跟这个面积向量垂直 如果向量C 向量C 它是跟表面垂直 那它就是跟表面的面积向量平行 这要分清楚喔 你不要接着听了喔 不经意 以为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那你将来就会用错了喔 好 刚刚我们说这是一个平面 还有几种面的方法 平面的取法 就是说 如果我有一根电线 它的电流是这样子流 我们拿右手 那小指头弯曲的方向 那这不是可以围成一个面吗 对不对 这个面积向量的方向 就是跟它围成的这个面垂直的方向 叫做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 当然朝这个方向就是负的 那就是说 I 是这个方向 那它这个 你右手螺旋定则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面积向量的正方向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在积分的时候 一个面必须用积分来算 用线积分来算 线积分圆着这一条路径 圆着这一条路径 那这条路径呢 会围成一个面 那这个面的面积向量呢 也是用右手螺旋定则 你小指头弯曲的方向就是积分的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面积向量的方向 平面就是这三种 你把它记住 各位要知道我们物理的观念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日积月累啊 你不可能说你现在不去用它不去听它 然后到哪一天我把它全部背出来 不可能 不可能一次背出来 你就得要一点一点的吸收 好那现在我们再看曲面怎么办 如果我们有一个面呢 不是平面 是弯曲的面 像这个 弯曲的面 弯曲的面呢 它有面积耶 但是它面 总面积向量的方向就没有意思 照我们刚刚的定义啊 你总面积的方向 跟这个地方垂直 它就跟这个地方垂直 对不对 所以没有意思 那我们通常是要把这个面啊 曲面分割成无限多个小小的面积基数 像DA1DA2等等 它的总面积是S 这就是 这DA1 相反的方向就是-DA1 这个相反的方向就是-DA2等等 如果它是一个封闭面 封闭面 好像这个面包的表面 篮球的表面就是封闭面 或者是一个石头的表面 它的面积基数也是一样 分割成无限多个小面积 这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面积基数 DA 然后这里是正 不过它是封闭的 所以它的表面啊 一定可以分成外表面跟内表面两种 外表面跟内表面 那么外表面通常我们是用正号来表示 外表面的面积向量用正的 内表面就是用负的表示 要记住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个电通量 这是一个定义 像这个 一个面积 DA面积向量 激素 向量激素 DA 其实这个激素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面积小得不得了了 跟一个点差不多了 你真的化成DA那么小 你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放大就是这么大 其实它是代表一个点 就是代表这个点 在这个位置有电场通过 电场是这么大 OK 好 电场的向量跟 面积激素的向量垂直 那我们就定义 有一种量叫做D-phi-e phi就是代表通量 flux flux e就是代表电通量 将来还有磁通量 所以electric flux 这个小面积通过的电通量 就是等于电场跟DA的向量的内积 这是定义没有道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按照存量的计算法 这个就变成1大小乘上DA的大小 乘上夹角的余弦函数 这就是电通量 OK 曲面上也有电通量 曲面上我们刚刚说过 你DA呢 只有1 就是A只能取DA 不能够有一个总面积向量 那么这个上面的电场 可能处处都不一样 除非它是什么均匀电场 大家的方向都一样 一般我们就当作这个 电场的方向处处不一样 那么经过这个大面积的电通量是什么 你不能拿E来承上全部的面积 我们就一个一个小面积基数的通量 来算 比如说 这个通量就是E1到DA1 这个通量是E2到DA2等等 因为这都是存量啊 所以它的总电通量呢 就是这些电通量的向量和 那就是等于 这个量的向量 就是不是向量和 这个量的积分 这是个存量 这要记住 定义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次没有讲多少定义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你今天不记住 后天又一大堆出来 你如果隔两堂不来听课 那你就跟不上了 再讲你听不懂 好 现在我们介绍一个什么叫立体角 立体角 solid angle solid angle 什么叫solid angle 像这里有一个小面积基数 这是它的周围 我们把周围每一点 都到空间某一个P点做连线 我只画这两条 其实这都好好多条 结果就构成一个什么 尖尖的像牛角一样 那么这个尖尖的角就是叫做立体角 立体角 OK 立体角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定义 立体角的大小是什么 大小 立体角的大小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球面 球面 这是个球面 它的半径是A 那我们 比如说拿一把刀 把这个地方 从这里割下去 割出一块来 那这一块是个什么 是个圆形 对不对 是个凹 凸出来的一个圆形 它就是这个球面的表面的一部分 假如这个面积是A的话 注意啊 你这个A一定是跟这个 这个A的方向一定跟R的方向 单位像一样 A被R平方来除 我们就称它叫做立体弧度角 叫做立体弧度角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 整个立体弧度角 就说你 这个是立体弧度角 如果这个A的面积向样的大小 它就是R平方 就等于 边长为R的一个正方形的面积 A 这个面积等于正方形的面积 那这个时候就是 一个立体弧度角 一个立体弧度角 这个张开的角就是 一个立体弧度角 一个radian 一个stir radian 那整个球面对当中张开的角 是几度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A 用整个球面的面积 就是四拍R平方 被R平方来除 就是四拍的stir radian 四拍的立体弧度 要记得整个球面对球星张开的角 是四拍的立体弧度角 不要球面 任何一个封闭面 任何形状 只要是封闭面 对封闭面里头的一点张开的立体角 就是四拍立体弧度 因为你把这个当做是任意形状 你在里头随便取一点 你可以在这个点的周围 做一个球面 对不对 那对这个球面张开的角 是四拍立体弧度 那就是整个外面 也是张开四个立体弧度 这个 会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刚刚我们这个式子里头 这个A跟这个R非常的特别 其他的面 所构成的立体弧度角 都没有这个特性 它有什么特性呢 就是说 这个是代表 这个面上面的 这个面的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 我们知道 这个面积向量一定通过这里 你在这里画也好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取一个DA 跟这个垂直一定经过修行 这里跟这个球面垂直还是经过球形 所以这个A 这个向量一定通过球形 还有就是 这个R是半径 从这里到这里也是R 也是R 那这个R呢 你如果在这里取一个面积基数 也是R 所以这个上面任何一点 到这里的距离都是R 就是这个面积基数上面的任何一点 到这里的距离都是R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在里头 那就是A的向量 跟R univector的方向 如果这是R univector 这是R direction R univector跟A的方向是 同方向 所以A具有两个特别性质 面上面任何一点到球形的距离都是R 在面上任何位置所取的面积基数 它的方向都是原半径的方向 这要记住 好 一般呢 没有这个特性 比如说 我这里有一个 D A是这个 这个 这个D A 它的方向朝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是R 这个是R向量 你看 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不平行 那也就是说 这个R univector跟这个不平行 你不能够 我说那个D omega是什么值 你不能把D A来被R平方来处 不可以 因为它不符合于这个性质 那我们怎么办呢 它总是有一个D omega 对不对 好 那我就 在这个 地方 取一个投影 投影在这里 就是把它转一个角度 转一个角度 就变成D A prime D A prime 现在跟R就是同方向 也就是跟R univector同方向 所以面积基数 D A对P点所张开的立体 讲D omega 就是D A prime 被R平方来处 为什么可以把它 那你说 这里的距离到这里 跟这里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跟这里到这里距离 不一样大 其实我们画的这个面 画的太大了 它是D A D A其实就是一个点 没有这么大 这大事比较夸张 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 你这个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差别 这一点跟这一点 它到这么远 比如说这个 我还是画太远 这一点跟这一点 到这里的距离 这两个距离 长短 我们可以说是差不多 因为 这个距离太小 它是D A 所以R本来就一样大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D A prime 被R平方来除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 D A prime 它是等于什么 D A cos theta 我们把这个角当做 cos theta D A prime 就等于D A 在R方向上的投影 R方向上的投影 这是D A prime OK D A dot r 现在我们就 马上导出 高斯定律 假如S为任意形状的封闭面 蜂蜜面的点点和Q 这里面有一个 里头有一个Q 它会在这个面上面 任何一点产生电场 对不对 好 它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场 是什么 这是面上的任何一点 距离它的 位置向量是R 所以取一个D A 这个是它的电场 电场 那么 从这个面里头 钻出来的flux 根据定义就是电场 跟D A的内积 对不对 D A的内积 好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小面积 穿出来的电通量是D A prime 那么 这里也有D phi 这里也有D phi 这里也有D phi 因为每个地方都可以取不同的D A 对不对 好 那它总通量是什么 它是存量 所以就直接积分就好了 那就把这个E 用刚刚我们算出来的D A prime来带 D A prime就是R dot D A 那现在我们把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D omega 我们前面不是算过了吗 前面不是算过了吗 这不是D omega吗 D omega 对不对 D omega D omega D A等于D omega D omega 现在我们看 D omega D omega的球面积分等于什么 Close the path积分 蜂闭面积分 就是4π 4π跟4π约大就是Q over Epsilon Zero 好 那我们现在就得到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结果 就是 这是任意的一个封闭面 任意的封闭面上面的电场 对D A的积分就是通量 就是总通量 从这个面上面 封闭面上钻出来的总通量 是等于Q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Q呢 目前我们是指单一电荷 但是如果这里有个Q1 Q2 Q3 Q5 很多电荷呢 那么这个电场啊 就是这些电荷的核电场 Resultant Electric Field 如果这里头有好多个电荷 就是总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那么因此这个Q代表什么 代表 封闭面里头的Net Charge 因为它正电荷 有正电荷有负电荷的话 可以消掉 比如说你一个正电荷 跟一个等量的负电荷存在 那么它的通量就是零了 正跟负负都消掉 最后剩下来 不是正电就是负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Q 用这个就是Net 就是Net Charge的意思 我们要把这个Net Charge 因为它是在这个封闭面里头的 所以我们用Enclosed Charge 包在这个封闭面里头的电荷的净值 来带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高斯定律 意思就是说 从任意封闭面里头钻出来的 或者钻进去的 总电通量 等于ε0分至 一个QEnclosed 就是它等于QEnclosed 被ε0来除 QEnclosed就是包在这个面 这个圆圈就是代表封闭面 封闭面里头的电荷的净值 这就是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你一定要会用 而且你要懂得它是什么意思 要不然以后你电磁学没办法学 那我们一定要把学得实实在在的 要学懂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